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不是我带你出来 你现在还搁县文化馆门口跟那跳广场舞呢 你带我出来是说让我叫跳舞 你也没说让我装大厨 再说了 这不骗人的事吗 你别让我干了 你快把钱给我结了 我还回去叫我的广场舞去 什么钱的 你不给我好好配合 一年的劳费我都不给你 那你先把去年的给我 再说今年的呗 我跟你说 你别老给我提钱 马上要开始录制了 你好好给我准备 行 小样的啊 你给我等着 我配合 好 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各位钱贵的家庭主妇和想要抓住自己满朋友心的小女生们 我们期待已久的魔幻厨房又要和您见面了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魔幻大厨 提声音 很高兴那个提声音又来到了我们的录制现场 音老师 我有几个小问题想问一下 您说就是简简单单的做菜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学问呢 学问啊 那是得跟懂学问的人说的啊 要是跟你说啊 那就是用化肥种水仙 什么意思 糟蹋了那点儿粪呢 还咬不成你这颗虫啊 你最好给我按词说 这么说 我们的尹老师今天要用的第一道食材就是 没错 在做菜之前呢 我想告诉那些正处于七年之养的遗婚姐姐们啊 这道菜可以让那些在轨道遍远的丈夫们啊 回归正途 可以让那些信源一马的男人们啊 大车大卧 可以让他们在你们面前痛苦流涕 感到无处 所以这道菜呢 只有一种食材 那就是 硬醋 所以 这道菜呢 只有一种食材 那就是 硬醋 那就是 硬醋 你看他一 dug というこ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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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老师舞蹈跳得相当投入 我不知道这道菜怎么会让人家 痛哭流涕的 拉的呗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一道菜啊 挽救了一颗即将出轨的心呢 她已经痛哭流涕了 她已经大车大悟了 姐妹们啊 原谅这个不懂事的 傻老爷们吧 余老师 这道菜根本没法吃 这道菜不是让您吃的 但是 让您抹的 太过分 我跟你说 你们想让你们自己的丈夫敬心吗 你们想让你们自己的男人 从上到下都 拔两拔两了吗 教你们做到此甜品 主要的食材有 红豆 一桃 红豆 大红豆 一桃 你要加什么了 红豆 大红豆 一桃 你开幕 花生爱意和仙草 余人火会少汤园 清清汤水牛奶逼 天到 喝 呃 我天到 翔了翔了 真的呢 这么多 championships店里 搞着心情变好的 不用小气看这里 在银档的事 高气应声马上 需要出现 包长身心 别两历 好好好太好了 不就是一个棒 它可能让别人觉得凉吗 凉呗 凉了 所以这道菜不是让你吃的 是让你逗的 都学会了吗 我说你别吹牛了 我是说光学会这两道菜 有什么用呢 有啊 什么用啊 解析啊 尹老师 我跟您说 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花心 也不是所有的男人个个都会出轨 你看我就很疼我的老婆 就你啊 这从上到下冒着绿细的型套 是你老婆不疼你吧 不是我教你做到菜呗 是什么菜啊 等等啊 细锅皮蘸贱吗 我说这菜根本没法吃啊 这道菜 不是让你吃的 那咱是 是让你戴的 我说 有 帽子 还不够绿 咱再涂点起 不是你别太过分 我跟你 我不录了 哼 该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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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骗着我 让你欠我钱 李公辉 啊 今天什么回事 表现得太好了 我早就不想要他了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就一边做菜一边跳舞 OK 好嘞灯雅 我又能跳舞了 我只能跳舞了 今天那魔幻厨房 就到这里了 你们记住我是谁了吗 我是谁 李车燕 李车燕是谁 李车燕是我 我会出房 下车